北京时间12月3日,多哈游泳世锦赛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二战继续进行。 而在下午3点,全红禅搭档陈玉希将出战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,受到外界高度关注。 在两天之前的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上,陈玉希以432.30分夺得冠军,全红禅以415.00分收获亚军。 而在11月22日进行的全国跳水冠军赛这个项目上,也是陈玉希夺得冠军,全红禅落后期9.20分获得亚军。 而来到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上,全红禅陈玉希二人的优势相当明显,目前还没有任何组合能够给她们造成威胁,这场比赛完全就是看全红禅和陈玉希二人的表演。 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,当时陈玉希搭档张佳琪,夺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冠军。 而当时全红禅只参加了女子担任十米台的比赛,结果众人皆知,全红禅以5跳3满分的超神表现惊艳了全世界。 东京奥运会之后,中国跳水队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人员进行了重组,陈玉希开始搭档全红禅出战之后这个项目的国际比赛。 只能说中国跳水队内部的竞争太激烈,烧血一筹的张佳琪只能无奈离开。 下面回到本次比赛,女子双人十米台一共有7队组合参赛,全红禅、陈玉希第4个出场。 前两跳是规定动作,第一跳是难度系数为2.0的201B,向后翻腾半周躯体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教科舒适地展示了这一跳,得到56.40分,第一跳过后就排名第一。 第二跳难度系数为2.0的是301B,反身翻腾半周躯体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依旧是完美表现,得到57.60分,两跳过后,全红禅、陈玉希得到114.00分,是唯一一位得分过百的组合。 规定动作都如此完美,实力确实超群。 第三跳开始是自选动作,也是进一步拉大差距的开始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是难度系数为3.0的107B,先前翻腾三周半躯体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这一跳得到81.00分,总分来到195.00分。 预先第二名的优势已经来到了20分之多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第四跳是难度系数为3.2的407C,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。 要知道,在两天前结束的女子担任十米台的项目中,全红禅就是在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。 当时仅得到67.20分,而陈玉希同样的动作得到76.80分。 至此,拉开了二人的差距。 本次全红禅搭档陈玉希携手一起跳这个动作,结果二人在这个动作上都没有表现得太好,水花都没有压住,最终得到78.72分。 不过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名次,前四跳过后,二人以273.72分依旧排名第一。 其实我们从这一跳就可以看出,全红禅在两天之前的这个动作出现失误,并不是特别意外的情况,证明目前的全红禅在稳定性方面确实是需要提高的。 全红禅、陈玉希最后一跳,是难度系数为3.2的5253D,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。 二人在这个动作上发挥出色,得到88.32分的高分。 五跳过后,总分为362.04分,以领先第二名近40分巨大优势,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,恭喜全红禅。 祝贺陈玉希。 其实我们从全红禅和陈玉希双人动作就完全可以看出,目前陈玉希在稳定性方面确实做得要更好一些。 而这也是陈玉希在过去两战赛事中战胜全红禅,夺得冠军的最大原因。 很多喜爱全红禅的人们,硬性地将全红禅与陈玉希二人的家庭背景拿出来对比,认为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家庭的全红禅没有任何背景, 比不上出生在上海大城市的陈玉希,担心全红禅在国家队中受到欺负,这样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影响全红禅认真的备战训练。 全红禅是一位跳水天才选手,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,但后期的努力更加重要。 我们喜爱她,是因为她朴实、憨厚、单纯、孝顺等品质打动了所有人,但这些只能为她的个人魅力加分,并不能让她在比赛中提高成绩。 所以我们要给予全红禅更多的鼓励,这样才能促使她不断进步。 很多人都是因为全红禅才关注跳水项目,所以我们应该给予更加包容的心态,去看待全红禅与陈玉希二人的竞争。 最后恭喜全红禅陈玉希夺得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冠军,同时也期待着二人下一次在女子担任十米台的角逐,全红禅加油!